蔡英文对于南海的主张 对于东海的主张 究竟那是什么 沉水扁时代都有讲过 那你对东海的主张 对于南海的主张 尤其是南海的主张 究竟那是什么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张有话 蔡英文去不去 太平岛 马英九正式发表了 社群网络上的文章 他在这个文章里面指出 他是3月25号9点多钟 他是说马英九自己报 他登太平岛 跟沉水扁登太平岛 是完全不一样 他说沉水扁登太平岛的原因 就是因为西13洞的跑道延长 可以停军机 过去都只能够搭舰到太平岛 到太平岛大概三天两夜 那三天两夜呢 那你都是搭军舰 军舰还要少 要少到那个岛 你要到外海伯靠 从外海伯靠 然后登小船才能够上太平岛 那过去是非常非常的艰苦 非常非常的艰苦 那马英九说 一个是因为13洞跑道建成 所以可以降舟直接起降 虽然航程1600公里 但是对台湾来讲的话 1600公里不算远 因为你毕竟可以飞到新加坡 你也可以飞到东南亚 但是他讲到他自己 他在2016年的1月26号登岛 他的登岛就是南海和平上 他就讲当时候的美国 对他去太平岛非常非常的反感 不但反感 而且当时候AIT处长应该是司徒文 到了最后他留在台湾 担任清华大学的副校长 叫做司徒文 司徒文 有一次去见马英九的时候 是当着马英九的面 念了美国国务院的训令 就是教训的训 命令的训 训令就是一个专有名词了 我就不再解释它了 他拿着这个训令 当面念给马英九听 希望他不要去太平岛 而且第二个 他反对台湾化射京剧水域 200海里的京剧水域 他认为是交不是岛 那第三个南海仲裁案 那个时候也快要出来 已经出来了 所以他希望 马英九这个时候 不要去火上加油 那马英九到了最后 没有理会美国的抗议 他坚持要到所谓的太平岛 他坚持所谓去 那台湾的战机是有半航 半航到了东沙 然后折返 由美国从菲律宾派战机 一路护送到太平岛 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吧 马英九讲这句话的用意 那是什么 各位想想看 他的用意不外乎是四年 第一点 安全单位 所谓的 违安问题 护航问题 安全问题 你必须要跟美国商量 你跟美国商量 美国同意后 你就可以去了 你不跟他商量 美国还是会做这些动作 所以他劝蔡英文 他劝蔡英文 不为利诱 不为试节 八个字给蔡英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劝蔡英文 这个是老祖宗 你留下来的土地 不管局势如何 不管局势如何 你既然你说 你比李登辉 陈水扁跟马英九 还要花更多的钱 去建设太平岛 现在太平岛 可以搏靠 所谓的一千顿级以上的码头 你也花了17亿 你的钱都超过了他们 好 你是不是应该去慰问 罕询人员 好 这个是第二个 那你第三个 蔡英文对于南海的主张 对于东海的主张 究竟那是什么 陈水扁时代都有讲过 那你对东海的主张 对南海的主张 尤其是南海的主张 究竟那是什么 你有没有讲过一句话 究竟这个太平岛 当然胡钞燮讲 那是我们的 那个是讲得非常的勉强 但是毕竟以蔡英文的身份高度 他对太平岛的主张 那是什么 蔡英文有没有讲过一句话 是不是你要讲讲 那第四个 真正重要的是说 你登岛的意义 不是说你的个人秀 而是说你要做什么 你对南海的主张那是什么 你是不是配合南海的仲裁案 还是反对南海仲裁案 你要把你的立场 你的作为表达清楚 所以各位来看 这一些大概就是马英九的意思 但是马英九他曝露出 原来过去太平岛 太平岛 这个太平岛 任何一任 从陈水扁到马英九 到现在的蔡英文 登不登岛 是要看美国的脸色 但是当你不看美国脸色的时候 他也无可奈何 那蔡英文要不要看美国的脸色 那我们知道 无论陈水扁去马英九去 美国都非常不高兴 但是蔡英文要不要取悦美国 就给他八个字 不畏利用 不畏世杰 就是这八个字 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讲 马英九都已经讲话了 你蔡英文的回应 那是什么 蔡英文的回应 那是什么 蔡英文显然是规避问题 蔡英文不去 以后赖清德会回去 不知道要不要形成一个惯例 到蔡英文上上把它终结掉 然而我们必须要讲 除了太平岛 还有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就是黄埔建军百年 赖清德要不要去黄埔军校 6月16号是他建军百年 建军百年 他要不要去 以赖清德批评梁蒋 再到陆军官校 陆军官校毕竟是 蒋介石一手创办 那你赖清德要不要去 这些都在考验 蔡英文跟赖清德 对于政治的忠诚 到底是什么 ents谈开 邀离 群 怖 εί 妥 囆 这 妥 什么 妥 疑 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